財政部週三宣布 根據通貨膨脹削減法案 計劃投資數十億元與綠色能源、電動車和電池領域 這些資金將投向全國範圍內相對服務不足的社區 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是拜登政府的一項重大法律 目標是製造業、基礎設施和氣候變化 週三是該法案簽署的日周年紀念日 然而一些共和黨立法者對法案成果的宣傳表示懷疑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成員Jason Smith是該立法的公開批評者 他認為法案從公薪階層向富人、大銀行和大公司大量轉移稅款 他還聲稱拜登政府正在利用該法案削弱貿易規則 消滅國內工作崗位並發費數十億元 令美國繼續依賴中國的關鍵抗物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